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根据微服务统计 台湾约有200万名糖尿病患者 每年以25000名的速度持续增加当中 糖尿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如果没有定期体检 要及早发现及预防相当不容易 其实我们有很多病人 家里可能亲戚朋友或长辈都有血糖基 所以如果要达到早期侦测自己是否有糖尿病 其实善用手上有的血糖基是很重要的 糖尿病主要分为一型、二型及妊娠型糖尿病 其中第二型糖尿病因为体质过重或缺乏运动 身体的肥胖因此对胰岛素形成阻抗 导致无法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 患者占总糖尿病人数的九成 如果没有做好血糖控制 就会产生包含血管病变、肾脏病变 视网膜病变及神经病变等并发症 所以测量血糖是糖尤每天的作业 糖尿病很容易侵袭到我们眼睛的健康 所以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会在很轻的年纪 就产生白内脏 甚至过了中年以后 接近阴法族的阶段 很多糖尿病病人因为平常没有控制好 就会产生所谓的视网膜病变 那这些都一再地提醒我们 平常血糖控制的重要 糖尤在测量血糖时 功夫血糖应介于每分身80-120毫克 饭后血糖则应该介于每分身80-160毫克 有介于许多糖友都是高龄银法族 视力及触感较弱 可能会影响血糖机的使用及监测品质 所以选择血糖机时要特别注意 血糖机的选择虽然大家在技术的水平上都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产品它本身的友善度其实很重要的 血糖机它的手感 它的使用的这个触感 甚至握的感觉 它的字幕的大小 它的按键的一个灵巧度 还有它操作的时候 试纸是不是能够在你出现些微的错误的时候 容许你再一次使用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次的供血 第二次的监测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量点 糖尿病对中年患者最大的并发症是心血管疾病 才有一名病患因为忽视糖尿病的严重性 不顾医师的建议去进行检测及治疗 无奈最后死于心肌梗塞 随着年龄增长或家族有遗传病史 应该提早定期检查 尽早预防及治疗 才能降低糖尿病发症的发生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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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